上古四大僵尸始祖谁更厉害? 汉灾之神,后卿神秘,不死之身是他四大僵尸始祖。 将臣将臣的《来历伤海经》没有明确记载, 根据春秋也只略有提及, 与其他三名僵尸始祖汉拔,后卿迎勾共同诞生于洪荒妖兽时期, 时至中古不见踪迹,将臣是四祖唯一的吸血僵尸, 相传其最为可怕,拥有不死之身,活了几万年, 他的身体流口的躯体变化所成,无魂无措, 其后来都继承吸血特性,四大僵尸始祖, 汉马汉拔是上古皇帝的女儿, 本名女拔,本性善良,美丽多情, 与皇帝大将应龙两情相悦, 后男女拔并威,逃离禁锢的后, 成绩跟他的魂魄融合,变成了汉拔, 其所到之处,河流接连干枯,天气大汗, 民不聊生,皇帝让应龙诛杀了汉拔, 女拔身体依落在皇权明海,被银沟发现, 身上戾气的尽然尽染了银沟, 使气也变为了僵尸,四大僵尸始祖, 后卿根据元阳热略记载, 后卿是后土皇帝底之地, 后土派去协助皇帝战石油, 成为皇帝的一员大将, 其骁勇善战,很受皇帝重用, 最后与石油战争中不幸战死,无人收尸, 他的怨气越积越深, 后路径此处,后卿贡献出自己三魂七魄, 跟后融合,成为擅长诅咒之力的僵尸始祖, 最终被女娲除去, 后卿也成为四祖中最短命,也最神秘的一位, 四大僵尸始祖, 迎钩迎钩, 使皇帝布下一名汉将, 再一次交战石油大战, 没有遵从皇帝的指令, 导致兵败, 皇帝大怒, 派迎钩去守护皇权明海, 迎钩非常不满, 直至吼成其不备, 他和吼的残魂融合, 成为新的僵尸始祖, 并报复皇帝, 最终战败逃走, 不知踪迹,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,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, 图片来源互联网, 版权归处的作者。